白延松 白延松1968年8月20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中国内地节目主持人 记者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1993年白延松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东方时空 并推出了此栏目东方之子 鲁建鲁建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2005年担当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主持人 刘芳飞刘芳飞1977年10月10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陆续主持了走进非洲 埃及金字塔考古直播等大型专题节目 张绍刚张绍刚1972年11月出生于内蒙古包头 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硕士声导师1999年主持中央电视台法制节目今日说法 2009年担任2009年度正义人物颁奖典礼主持人 李文静李文静文静 央视新闻频道招人天下主播 习惯内蒙古出生于山西大同 央视2008年度十家播音员主持人之一 荣获2011年度金化铜奖 作为央视女主播文静自言是个面对镜头会亢奋 棱角很突出的人 2008年文静在播报汶川大地震的相关新闻 是因为感动而哽咽 高伯高伯 1979年4月5日出生 内蒙古包头人 中央电视台采经频道节目主持人 1998年好入北京广播学院 2005年主持中央电视台生活服务类 幽默脱口秀节目今晚 2006年主持开心思点主持人选拔节目 命力新搭档 2011年10月1日 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政大综艺吉尼斯中国之夜 得到吉尼斯认证证书和奖牌 2013年4月5日主持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平民选秀节目非常6加1 2014年主持央视综合频道 智慧行文化节目 谢天谢地你来了 2015年主持央视综合频道 特别节目 CCTV家庭幽默大赛 纳森纳森纳森乌日塔 1963年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 1986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 同年进入内蒙古电视台工作 1993年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专题部 1996年调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编辑部 同年开始主持早间新闻 晚间新闻 时事纵横等节目 2009年开始主持新闻直播间 张悦张悦 原名张胜利 1951年生于内蒙古 1971年到1989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曾主持青春年华节目 1989年考入中央电视台工作 曾主持为您服务 与你同行 健康之路 西洋红等节目 李宇飞李宇飞 别名李南 1976年2月12日 出生于内蒙古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内地节目主持人 摩特 2001年担任央视中国证券栏目主持人 2005年担任中国女装设计大赛的主持人 2009年8月担任财经频道上海证交所分演播时主播 2010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 2013年9月在北京主持2013国际投资论坛 2014年2月主持第四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